以前咱们学过提取供应数 两个有相同乘数的乘法算式相加减 就可以把这个乘数提取出来 剩下的都放到括号里再计算 那如果不止两个乘法算式 还能提取供应数吗 观察一下 这俩数都是58 那就先把这两个乘法提取供应数 括号里是11加13 算一算就是24 还得把前面的算式抄下来 哎 他俩都有24 这太好了 把24提取出来 括号里剩下42加58 刚好就是100 再乘上24 答案是2400 看来有多个乘法的时候 如果只有一部分乘法有供应数 就先提取它们的供应数 再看看和其他算式 能不能继续找到别的供应数 如果算式中有不是乘法的部分呢 这个43不是乘法的因数 怎么办呢 想一想 它和43乘1其实是一样大的 这样每个43就都在乘法里了 可以把它提取出来 剩下的放到括号里 算一算 刚好是100 再乘43 答案是4300 也就是说 这种单本出现的数 可以给它添上乘1 然后就能提取供应数了 以上就是多个乘法的提取供应数 如果只有一部分乘法有供应数 就先提取它们的供应数 再看和其他的算式 能不能继续找到别的供应数 如果有单本的数 就先添上乘1 再继续提取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的话 就快去做地拿金币吧 再继续提取了